11月7号是农历立东节气,也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。 在古代,立东是48节之一,因此,帝王将立东作为重要节日来庆贺,当天将举行祭祀、迎冬神等活动。 在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,有着立东吃饺子的习俗,相传这一习俗与东汉时期的医学家张仲景有关。 冬的不行了,于是在黄河边上支撑过大锅,把羊肉、辣椒和驱寒的药材放进去熬,捞出来后切碎,包在像耳朵一样的面皮里,再次下锅煮。 形状如同耳朵,所以立东的老人常说安耳朵。 民间基本上全家劳作一年了,大家坐下来吃顿饺子,这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习俗。 立东后,日照时间持续缩短,气温随之逐渐降低,万物进入休养状态。 民宿学者建议,民众可以多吃一些温热补益的食物来预寒,同时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 立东,其实这就是标志性的一个节日,证明冬天正式开始了,所以你的衣服要随时的增减, 注意保暖,注意养生,注意自己的睡眠时间,注意自己的饮食。 到了立东,开始就一定要让自己睡着,可能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, 所以让自己身体尽可能在睡眠当中恢复,保持更好的体力和精力。